第2209集 璀璨光芒照耀世间 混沌气弥漫 达到符文密密麻麻 将楚风淹没 并在第一时间 让他的身体横飞了出去 这种能量光束宛若江海 符文更是深奥不测 将楚魔打飞了 甚至让他嘴角淌血 直接负伤 许多进化者目瞪口呆 这么强大的楚风魔头 副创了 卧槽 不讲武德 谁在偷袭啊 纯红齿白的老古第一个 跳了出来 担心楚风被人袭杀 因为到现在 都没看到来人在何方呢 突然 一声巨大而恐怖的声响 在虚空中炸开 滚滚音波 淹没了整片两界战场 刚还在跳脚的牢骨 险些栽倒在地上 有电弧自他身前划过 险些将他身体贯穿 幸亏他距离处风很远 那刺目的光束 与他擦肩而过 然而有人就没那么幸运了 只能说流年不利 厄运当头 有几位进化者 在那绚烂的光芒中 化成了灰烬 他们不是神王 就是天尊 都是较强的进化者 而另一边 还有一位会员层次的生灵 上半截身体消失 只留下焦炭般的两条腿 一死去了 有针仙大鹤警告众人 离楚风那里远一些 可想而知 楚风究竟遭受了 多么强大的攻击力 连最边缘的电弧余光 都将混元境界的生灵 批杀了 他处在正中央 虽嘴角淌血 但是肉身依旧经营 翻着曝光 没有被劈穿 楚风咬牙 真阴险哪 他豁得抬头 昂首望天 那是天节 而且是指在史书中 记载的相应境界的 座椅强天节 足以轰杀处在 这一领域的一切生物 这种大劫 自古以来没有几人度过 就更不要说 身在结光中 座椅中活着熬下来了 让楚风愤懑不已的是 这天节像是有灵 居然无声息的披露 过了片刻后 才轰然一声乍响 无论怎么看 这次的天节都很特殊 不像是雷光 倒像是 大道规则符文 倾斜下来要震杀他 事实上 那璀璨的光芒中 的确蕴含着密密麻麻的符号 伴着混沌器 威力奇大无匹 这一次 的确出乎他的预料 因为 他的身上带着石管 过去一直都是能够屏蔽一切 连天节都找不到他 今日不知道为何 石管不曾为他遮蔽 令他遭雷轰了 他有种 猜测 或许是因为这一次冲破了花粉进化路的天花板 所以连石管都没遮住他的气息 来 让我看一看你有多强 劈不死我就会造就一个更强大的我 楚风火气上涌 对漫天雷光勾手 他进阶后 刚展现出最强姿态 结果就被突兀而直接的按翻在地上 楚风觉得 这所谓的最强天节带着满满的恶意 冥冥中该不会真有什么东西 在注视他吧 他主动出击了 挥动权益 并驾驭七宝妙术 催动光轮 要去打散天节 这一刻 天地巨阵万道和明 无数的符文在雷光中席卷 那是规则 是秩序 是审判 对楚风全方位的照顾 他被雷光淹没了 被规则侵蚀 被符文镇压 犹若珠网中的缠载挣扎 楚风大鹤 将最强天节当成了敌人 势不两立 拼命大对决 他正断秩序神殿 在雷光中纵横出击 很快他脸色发黑 脸色有部分是被雷劈的 还有部分是因为气的 这雷光中竟出现了他自己 那是基于他而被大道显照出来的吗 而且那个他挥动终极拳 向着楚风轰杀过来 龙针虎斗 激烈厮杀 外界人们都麻木了 听到振振的呼吓声 这哥们疯了吧 怎么在骂自己呢 楚风确实气得够呛 他太吃力了 竟有些厌恶自身了 那么强大的道行 极其难对付 将他累得真血都要燃烧起来了 打到最后他都要虚脱了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楚风满身是伤 真血几乎枯竭 重重的坠落在地上 简直一动不能动了 楚风骨断筋蛇 浑身都是焦黑的大窟窿 他实在是受不了 那嘴强天洁满满的恶意 竟这么对付他 还好 九死一生过后 一切都结束了 他在诅咒 在骂贼老天 骂上仓 众人无言 尤其是上仓中清代 觉得非常无辜 原来夏季的人这么看待上仓啊 有事没事就骂老天爷骂上仓 欧阳蛤蟆直捣鼓 触摸发起狠来 真是可怕呀 在雷光中连自己都打都骂 楚风听得清楚 气得够呛 这该死的口水龙 不过来搀扶他 还敲咪咪的业余他 最终还是周西跑过去 送给他一粒神丹 为他服下 其实到了楚风这个层次 这些伤算不得什么 他尝吸了一口气 直接从天外 夺取天地精粹 恢复伤体 时间不是很长 骂天仙走来 你好了吗 如果身体无恙 那就准备迎战吧 他身段修长 看起来婀娜挺秀 由若一珠仙怜般灿烂 想不引人注目都不行 不过 他的气质太冷了 哪怕 他的衣裙包裹下 身体曲线起伏 可还是给人 以无比冷艳之感 并且这个女子太强势了 随着他迈步 天地居然在颤抖 在他留下的足迹中 更是有大道纹络交织 撼动天上地下 让时空塌陷 若是一般的对手遇上他 光是他这种气势 就足以压制住对手 动弹不得 会被他横扫过去 楚风向他走去 来吧 针锋相对 身后也是密密麻麻的 大道纹络 自身的气场 扭曲了天地 是啊 落天仙清河 虽然风姿绝食 但是这个女人 动起手来太霸道了 比男子还要生猛 他居然主动的冲过来 捏拳印 轰隆一声就打爆了虚空 刺目的光束 淹没了这方天地 他那洁白的拳头 绽放出密密麻麻的符纹 比太阳炸开还璀璨 轰向楚风的头颅 楚风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强势的女人 上来就直接要与他肉搏 他没有什么可怕的 终极全直接就轰了上去 他不介意上来就分生死 刹那间就定输赢 谁怕谁呀 我一人下请不吝点赞 为何你不用合作 我一人下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